全国同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股市状元 今天又大涨了 多少大涨了 181点 然后成交量在2754亿 我是不是在 那个什么 礼拜三重挫350点的时候 有没有很明确的告诉大家 上升趋势线 没有破之前 大盘 还是多头格局 只是个股轮动 你看我今天的标题写的是什么 这个盘是小M 还是小V 为什么小M小V 为什么不是大M大V 因为我讲过 这个盘 目前还是 震荡整理盘 你会质疑 K线看起来像M头 所有的讯息 利空很多 尤其是重挫350点的时候 今天 财讯的谢社长 我发表了一个文章 恒大 给大家上了一课 我个人是觉得 我觉得怎样 比较贴切你知道 我觉得是 你把他当做是危机呀 我把他当做是机会呀 你说上了一课 其实 不管是之前的 重大利空 很多啦 因为这 你你投资 证券市长你 假设你 超过 20年以上 你经过几次的循环 你会发现呢 哦 你去世的看不准 每次 每次遇到 遇到利空来 也都一直在给你上课啊 啊 然后 你就 一直重蹈覆车 啊 恒大也上课啦 什么 什么 那个 像最近期的 那个疫苗 最近最近的什么 疫情的利空 也突然出现急杀 急杀之后马上又 又 那只是 那只是 突发性的利空吗 并不是整个经济的改变吗 但是当时是 当时跌幅 是你要看得出来啦 这个举例好像也比较 要怎么说 近期的回档是这样子啊 但是 当我的意思说 当 大盘趋势没有改变之前 他的拉回啊 你不要把他当作是危机 你不要事后涨上来 涨了200点你说 在那里懊恼 当初 没听强歌的 啊当初 当初跟你讲 人家有讲 啊我就不信 啊 就觉得 R 讲利空的比较多 报章杂志 听到的消息 从头到晚 全部都利空 休假都无法休假 中秋连假 看到国际股市重做 又看到 很大的利空讯息不断 啊 其实我不做政治的解读啦 因为我长期在 上海 我在上海待五年 我觉得 目前 中国大陆 将来会处理这个案件 的模式啦 以现在 去发发表出来的两个方案嘛 是把他拆开 或者是把他 收归国有 哦 等等这都不例外啊 我我个人觉得我我个人觉得 不例外啊 因为你长期如果有住在上海的话 我觉得 中国政府不会说 放一个 国家指标性的企业 那个 没有去救他无预警的倒闭啊 我不做 太多政治 上的发表政治上的语言啊 我们旧盘润盘啊 哦 像那天很多讲 讲 很多标题 不是很多人在讨论啊 讨论很大啊 这个时候会怎样啊 他的 他的他跟 那个什么联曼兄弟会不会一样啊 你看我有没有 讲过 有没有跟你去探讨过那个内容 第一个我我是 不想 过多用用 政治立场的角度 去评断这个件事件啊 但是喔 你去讲那个都是 讲那个内容 那都是在揣测 啊讲 啊现在长上来 然后你在讨论那个故事 这就是跟你操作要成为赢家的逻辑很重要 你这个很重要 你要 你你到底是想要 在事件发生之前 你就知道未来怎么走 哪一档股票 哪一档股票 这个时候 是一个好的进场点 而不是 涨上来 然后去找故事 来 解释 解释给自己听 那 那就是你的逻辑问题喔 怎么说 你要是说 你要是说 你的思考逻辑说 我在 那个恒大事件的时候 我就要判断出来这个大盘 到底是涨 还是跌 趋势是多还是空 然后做出我的执行的动作 那 那你 你的思考逻辑 就会比别人前面 这样就是对的喔 假设你不是这样想 你是 你的思考逻辑是当事件发生之后你去找理由 找故事 来解释给自己听 好那那你你的逻辑 就会永远都是在在跟风喔 你要操作要赢钱很难喔 你你你你你可能就会一直 每次都 利空的时候 好就就 就 就会找理由 好这跟工作一样 好老板叫你工作 你你有讲一大堆 好 而不是激齐的去判断判断 积齐的去执行 那那那你你的态度是错误的喔 好啊你就会变成 就像谢社长讲的 你就变得在 恒大要给你上了一刻了喔 将来什么事件又给你上了一刻了喔 你人生不断的在上课 那结果没有进步 好啊然后 只是把这些故事 再转述给你的朋友 再转述给你的下一代 去听 那你 这个市场 你要成为赢家就很困难 我 我跟大家 我跟大家一直在强调了 这是逻辑的问题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是逻辑啊 操作要成为赢家 你要有赢家的逻辑 赢家的思考 你如果是 整天的思考逻辑 是说 我要来 找出 找出这个故事 然后 用这个故事去解释自己 错误的执行 那你 那你有觉得那你应该是 放弃操作 因为 操作跟 跟你去 你去 操作的人啊 会去 在事前 做评断的分析 就像我跟你讲 这个盘我讲过嘛 来看一下 稍微 给大家看一下啦 好不好 这样 想起来 比较 我们 把大盘分析完 把小M 小V 跟你们讲 讲清楚之后 然后 主流 怎么样去挑选 跟你作为做 做分享 啊就把直播就 时间缩短 讲 有时候觉得还是讲 讲重点 可能你们 会不会比较想听 因为你有你讲 讲 讲那个 逻辑故事不是 讲不是讲故事故事我就不大会讲 你们听我在 分析解盘 像礼拜三重做的时候我就 跟你讲 上升趋势来 我是不是跟你讲 因为现在没有办法用图卡嘛 我是不是当时也是这样跟你说 我说你把他连起来 第一点把他连起来 就会发现 上升趋势没有跌破 再加上 那天下跌量 是萎缩的 因为一旦灌破上升趋势线会带量 代价 然后呢 会很多股票出现重做跌停 一个是量价比较法 一个是盘面判断法 然后破线叫均线之压法 然后结构改变 有多转成空 完美 这就是我发明的 盘面判断法 量价比较法 均线之压法 结构操盘法 结束 是不是 没有一样符合啊 你没有一样符合 是要怎么转空 然后呢 长了两天 你就开始懊恼 啊 脚吃到就听讲歌的 我说很简单啊 你只要想要 悬鼓简单 操作快乐 轻松 操作轻松 生活快乐 快乐生活 那你可以打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啊你 你的思考方向 要是充满了如果 可能 有机会 不一定 这些连接词 这些否定句 然后去造成去然后去想一个故事 那你不适合打给我 你也不适合打零八零零三七零八八八 因为我 不讲如果 不讲有机会 不讲可能 不讲不一定的事 我说过 我是一个 我是从操板者出来的 我可以执行做 我也可以跟你说对不起 但我不可以 用猜的跟你讲 是吧 就像今天 举例 我昨天你假设你都要看我的直播 你知道我欲壮 买了 开盘的时候买了 急拉涨停 然后 中干购 提早 三到三到五天 就三到五天布局 跟你讲打开的时候 就会 表现出来 一 警示股打开 马上急拉涨零 昨天换股盘中 我就说你看着等着他表现吧 尾盘差一档被我们卖了打开 差一档涨零 有人说 有人说 你会不会是去追 我开盘买 就要追吗 我开盘前布局 两三天去布局 像是在追吗 盘中杀下来 我跟你讲 看 看我表现 这样 这样的 操盘技巧 你想想 值不值得你信任 我讲过 你要是觉得说你 想要 选股简单 不要烧过三档 目前我的规划是这样子的 我一再跟 跟公司的 高阶主管有讨论 原则上就是 普惠 特惠 原则上两种 顶多 顶多有 就是 有 特别资金特别大的在做另外的规划 原则上普惠特惠 像今天比较可惜就是说 第1个 昨天我一拳你又看我直播的人 我是 掌停前一档我请学员 获利出场的 但今天 一拳盘中来一跳一下一拳 等一下再来解释小M小V 有时候我 有 说公司 或者是 或者是投资朋友你可能觉得 我讲的太多 因为我是我不想说 直接跟你讲我讲对的 我觉得我应该要跟你讲一些技巧 好 因为现在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以前我我20几岁当老师的时候我是 中国 台湾最年轻的分析师上节目的 或许你有看过 但 当时其实是真的 口才好 或者是 长得帅 一般都 效果都不错 但现在事实上 不只会讲 要真的会操盘 你要真的有十三经验 我说我40岁之前用我自己的 资金在操作的 每个月的 的成绩都非常 可以去调我本名字的操作绩效都没关系啦 假设你要调我同意我一定同意的 原则上每个月啦 绩效都还不错 这样讲过清楚 不过说太多可能 就会有点 太臭壁 好像在过去也不是很重要 来 昨天啊 我因为昨天是差一档涨停嘛 被我们卖的打开嘛 现在没有图卡 昨天你看昨天直播的是 你 我看K线应该看得出来 好来 这个应该没有办法掉昨天的走势图 日线嘛 昨天嘛 最高收599嘛 昨天涨停是60 差一毛 我们卖打开 我的原因是 我跟你讲过 我认为 当大盘 我判断对之后 开始要上涨的时候 最强势的那一个股票 最强势的那一个股票一定会当上 当场 当天啊 就会拉涨停板 要是没有拉涨停板 我观察到他到一点的时候 都剩最后30分钟的他也没有办法锁住而且量是放出来了 那我认为 在这边他 不可能 表现得太强势 再来 你看看 今天是表现还不错啦 来 讲实在话啦 盘中也是 刻意要引诱一些多端进场 这档股票 我讲说 讲过我选的股票都是基优股 我不管你 看我直播以来买的预创 买的中干购 买的一拳 你去看他的财报 都是今年的资优生 资优生 不是说好股票而已喔 是资优生 我对我自己的选股有把握 因为我不做股本小的 我也 不做 产业能见度低的 我操作的模式 我也跟你讲 我只做最强的 可能你会觉得说 我觉得不强我就会换股 你可能会觉得 你说你要是或许会质疑说 你那么神你追了就涨停 是不是看到要涨停在追 我刚才也跟你解释过 没有扣讯单啦 你去问学员好了 学员有分享给大家看好了 把扣讯单上面有时间 发给你简讯时间 分享给大家看都没关系 看我是不是只分享一档 一档完分享才 分享第二档 没有一档出完才分享另外一档 不是第二档 时间都有 是不是在开板的时候是不是在 还没涨之前是不是在拉回的时候 我说我在这个时候点火我就认为他会长 我就有这个把握 我说你只要 相信我你跟着执行 你喜欢这样简单的操作 我目前手中都 一档而已啊 不然不管普惠特惠都只有一档 讲到一半啊 这个一拳啊 你看今天啊 仕途啊 今天还表现不错 但我学员我相信他们都相信我啦 因为 事实上你真的会操板的人知道你涨停强制 骨不可能涨停守不住啦 放量涨不住守不住的啦 啊或许我相信也有人需要 会跟我的做的 方向想法不一样 那我也很乐意 只要你能够赚钱你是 能够自己操作 能够赚钱 不要卡住 那我都 非常接受 不管你要多 要空 只要你能够是从市场上 拿到钱 你都是赢家 对 试图拉 就没有像昨天那么强了嘛 然后尾板撒下来 你今天早上买的 开板在这边买的啊 尾板撒下来 你没跑应该是赔钱 所以你看我 今天没动作啊 因为我知道他会这样他不昨天没有拉长停今天不可能有这个力道拉长停 因为人的 人的企图心会决定你的行为啊 我不是对对控盘者 不准敬 因为控盘者控的非常好 股票这样震震荡荡一直创新高 而且选的股票又很好 我不是对控盘者或对任何人有什么 看法 我是说 当你的思考你的想象 你会决定你的行为 就像你你你大盘大跌 你把他看作是危机我把他看作是 你 危机就是危险跟机会你当作是危险我当作是机会 我觉得 以恒大事件来讲应该是这样解读比较精准 你把危险你看作是危险我看作是机会 啊讲上课的话 也可以啦 因为将来你如果不敢还是会继续上课 会上很多课一直听 啊今天还有一个没有追的原因 今天成交量2754亿 盘中的时候预估量2000亿上下 所有人都没有在讨论这个 所有人都沉醉在 今天大涨 涨了100多点 盘中100 150 200 我完全没有看那个 我早上一看预估量 先看盘面嘛 盘面 最强的股票 昨天最强的 都没什么涨啊 大同也跌啊 台阳也跌啊 年貌也跌啊 汉磊也跌啊 这些法人喜欢的股票都跌啊 而且 放量 有的都还放量下沙 那都要整理啊 对不对 啊不能强者很强大盘怎么一直在涨 那就是轮动 对不对 那就是轮动嘛 既然轮动 轮动啊昨天 涨过了 最强的今天都没在涨了 你不是最强的你今天要再要再涨 那就变成你是主流 你昨天就应该拉掌灵板 有一档啊 我今天是 但是 因为现在 分普惠跟特惠 原则上分两种啦 还有一种就是 光是规划清代会员资金多的啦 啊我是目前 目前还是维持两种学员 啊另外一种清代会员 我还是今天有人打电话来订阅 有好几个订阅的朋友 的资金甚至很大 有跟我通上电话 跟我沟通 我说原则上我们先这样 你先 你既然相信我 我很感谢你 感谢你们 你 一步一步来来看看 我再来设计 怎样 能够好进好出 毕竟现在带学员 怎样规划 你的资金 效果会比较好 这我的想法 今天你看 唯一啊 宏观啊 其实 这个盘面啊 我不晓得你看得懂看不懂 最强的就是他 可惜啦 他的价钱高啊 这种你没大资金的 我原本 公司规划是call 要限制 学员单股的陈述 然后停损要设定 但是要设定5% 还是10% 原则上就是这样子 资金控管好 停损控管好 我以前不用啊 我以前自己 一档 就一档就操作这一档 一年也操作一次两次而已 基本上没有在没有在停水 因为都 才做一两次 又做不到 所以我绩效原则上不会太差 看的趋势都是大波段都 每个月每个月中心高慢慢中心高 啊绩效当然是每个月基本上都是好的啊 原则上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很有把握跟你讲我的操作策略 啊我现在也是需要第一个 你 你那个什么 那个 股票 控制在三档以内 学员原则上目前两种 不要太多 啊将来我会限制 普通会员收几个 特别会员收几个 就像我还没来 来 亚洲集团之前 你是我的旧学员或者我的粉丝你知道 我收到一个 量 以前是用教学分享吗学员吗 我收到一个量我就不收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以我自己以前操作的资金 去分 均 均分 假设我用1亿才操作 1亿才操作 我现在 一个学员收200万 不是 200万的学员啊 资金有200万的学员 他是不是就50个 就等于 1亿嘛 就等于跟我之前自己操作一档 用1亿在操作 一样的意思 原则上我用比喻 就是说 以原本我一档资金 的部位 去分享 学员假设是100万的分享几个 特别会员 100万以上的 公司规划200万以上的 几个 我们去分 去这样去分析 然后 一年 他讲的学费之后 我们能够给他赚几%的利润 让他觉得值得 这 这才叫做规划嘛 不是你一直来一直来 一直来一直来 你要那个高票 我怎么承受这个量啊 你现在说这个行情这个高票我要承受这个量 我们就有法抖去 做那个事吧 你没有那个量 没有那个成交量 你 你的股票分享的股票没有那个量 进出不容易 或者是你规划不对 他讲的 钱他也跑不掉啊 筹码 很容易被控制住啊 因为我们 实时上在 跟 市场上的操板手一起在 分享股票一起在研究股票 当我们的股票没有 在进出而且 不断的散单进来 那一般都是投股老师扣的 才会同时有散单进来 因为我自己在控板我没有进场 我没有在开始 敲单开始 做股票上来的时候 没有没有没有说做股票上来我没有一直 在 在敲单敲单那股票 我看好假设我看到这样股票我一定要一直敲到一直加把他买上去吧 这样讲也不要是对还错就是 我看好一定会不断的加码 我既然没加码一直上去而且是散散 那基本上都投股老师 原则上 都判断的出来为什么我说我 我从盘中的单我就可以看出机构法人的动向 为什么我可以 预算开盘的时候 九点五分的时候我做决定 为什么 中干购我在 关紧闭的时候 还没开放紧闭的前三天 我开始布局 为什么一拳杀下来盘中杀下来 我看机构把人 并 没有 出脱的单都是散单 机构把人都还把那单都吃下来 我又请学员进场 再加一层 尾盘就直接喷污 只是 只是我把他 我们 我当时 想说先把先请学员先落袋资金一层 所以出掉之后 差一档 鎖住场地 这是昨天的故事 那个预算我就讲 讲到资金啊 你就391.5 这一波最强的啦 我不知道你看有没有 你这讲大同讲台阳 这就是好股票 讲 讲很多啦 那都是好股票但是 最强的其实是这支 哦 这是社评IC啊 你你你你你你去看啊 从这里啊 140几不要说140几啊143收盘 随便按一个143 啊现在 388今天 差240 这是7月的应该7月中的时候 7月21 1月啊 1个月 2个月 涨200块 涨1倍多 这一波最强 昨天 来看这里 怎么移不过来 昨天 马上表态 没办法喊啊 300多块 我公司资金控管 你资金 原则上普惠100万以下 资金控管两成 20万 这支356块 一支35万 我又不做融资 是 我跟你分享完 我跟你讲说 涨停板 公贺涨停 强哥你争孝的 我普通会员 我特别会员 顶多200万 我公司目前都是以100万以下跟100万以上 那两成 不够买 你不是说进两成 你叫我买零股 你又不是不做融资的 这叫就没意思 就像我如果去叫1000多块的股票跟你讲说 我 我 我的股票涨停 那也意义不大 是 然后昨天人家看 356 收最高 就是涨停板 这个在跳 在跳他也不晓 他也不能跳昨天的左势图 356 收最高 用这个算换算也可以啊 324 加10%32块 刚好356块 这对我数学 敏感的人 马上就算 算给你听了 356 今天 来今天就看得到了走势图跳出来 391.5 韩中 撒一下 要追也没有办法追 北盘有人在调节 涨太多了好股票 修正一下正常 涨这么多 对不对 这种就是 这原因就是因为资金的问题 资金大小规划不一样 现在我只说普惠特惠 我不是说很多会员 不是股票很多 我这期我就不敢叫 第2 就是量 今天的成交量 2700多亿 盘中你都没听到人家讲什么预估量 因为今天大涨 大家都一份兴奋之中 没有尾盘这个量 没有尾盘这个量啊 真的是2000 2000多而已 盘中都看都顾一顾量都不到2000 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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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涨昨天涨100多 今天涨100多 上涨 然后量 不大 上面又有均线卖压 对不对 所以嘛 这就是盘整格局嘛 短时间遇到压力 一定又会在 在在在整理嘛 然后各股表现嘛 因为没有破 上升趋势线嘛 所以他还会在这边在均线下 然后在这边震荡 然后换慢慢的整理 慢慢的整理 将筹码洗干净 期间就完之后就还会做第四季的作账行情 年底行情 因为年底整个 财报都是目前看起来我看都是 好像我选的股票比较好啊我看的都蛮股票都蛮乐观的 我自己分享的股票也都 不管是提前分享当天分享盘中分享 原则上前提都是产业人间度 以我拜访 的内容中 在脑里 知道哪些股票 只要一发动 机构把人一动 我就分享 就这么简单 那么 结束了 大盘 上升趋势线没破 原则上 就是所谓的公司的 设计的 标题很好 小M小V 就是在这里区间 M跟V接起来就是一个 区间 区间 连接起来 MV 就是一个区间 区间整理 啊不要再 故事不要再重演啊 你在重演我在现在讲大长两天说我多厉害那也没意义啊 那你去看那天直播谁讲上升趋势线没破 量价比较法盘面判断法 均线质押法结构超反法 把你解完之后 信心大增 连续大涨两天 好 这样 应该 有点清楚了 然后 主流 我只 做强按的 我股票也不多 你如果喜欢要 我觉得还是一样啦 半导体产业 我比较喜欢做上游 这样你不知道听我吗 上游毛利率高啊 可以掌握市场 做生意要这样子 我我比较喜欢做他就有机会成为 会标的股票 我只能提示到人家有收学员啊不然每次每一档都分享出来 让高级没什么 还是一样 你要是想 选股简单不要多 操作轻松 认为如果趋势行情来哦 趋势盘就不一样了 趋势盘我就不跑这么短了哦 你以前 以前是我的学员的你都知道哦 不管是你跟我过航运 或者是钢铁或者是 那个 5G 或车用电子 你跟我过单的人你都知道哦 趋势来我一旦股票报上去 都是五根以上 而且高档漂亮的 而且高档漂亮的 像这一波是7月8号漂亮的 在高档的时候做出托 我是用我的资金哦不会用你的生命来跟他拼哦 我是用我的资金 的想法操作模式 然后 把我的经验 去因为你相信我嘛 我把我的经验 去用我会操作的逻辑 去分享 我的操作动作给你 还是一样 你要是相信我 想要选股简单操作轻松 然后 快乐生活 欢迎你打0800 370888 然后赚钱 百三下为先 就是赚钱 假日就陪陪家人 陪陪父母陪陪家人陪陪小孩 这是我 我 认为你们既然相信我 赚了钱 我希望你们也走这个路线 在这边祝大家 周末愉快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